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给你放下来 好 这个功能太有用了 走啊 装东西 装车了 出去玩了 富富裕裕 还有空间呢 这个牌都能放俩感觉 都还能挪起来放 对啊 下回咱俩也带本包 我感觉在放俩本包一点问题都没有 完全不是问题 我们还是含蓄了 就是就是了 没有想到这么能装 可以 靠不上 走了 今天这个车给我开开吧 我开开 你一直在给我惊喜 那你试试 我来试试 走吧 出发 出发 滑雪期喽 出发了 小美 你开半天 你觉得这车开怎么样 我觉得这车感觉还真不错 你看咱们现在三个姑娘坐车里 然后后面后备箱还放满了 放了这么多板子装备啥的 感觉动力还挺强的 你知道它的拍摄吗 开得出来吗 这么专业吗 让人猜这个 这个我还真猜不出来 它是1.5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的CVT的变速箱 1.5自然吸气 对 虽然我不太懂 但1.5自然吸气 我还是真没想到 是吧 就是其实整个动力体验感 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的这个发动机 就是本田的地球梦发动机 就是基本田的技术鱼大成的 然后它最大马力有1824 然后最大扭矩是145牛米 就整个参数 可能你觉得说 它不是那种特别激进的 但是因为它的本身技术 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对于像整个动力的这种 平顺啊 线性啊 然后加上这种CVT变速箱 也辅助它非常的顺 就是整个行驶过程也是 就是觉得体验感还比较好的 然后就另外就是经济省油 对啊 我1.5自然吸气肯定贼省油 是的 然后它能满足现在一个 国流币的排放标准 就所以也算是能够兼顾到吧 就正常的一个动力需求 那其他的呢 就是你觉得像底盘这种感受 这车开起来感觉还挺整的 就是舒适感很强 其实刚开高速牛 我觉得它什么侧向支撑啊 什么的都还比较到位 然后就是过一些大的沟沟 砍砍的时候底盘还行 对对对感觉 因为它其实我听说啊 就是全新精致 它在整个车身的刚性上 就是工程师也是有进一步优化的 所以就像说的 就大家觉得能开起来循迹性比较好 然后车身比较整比较稳定这种 这个转向感觉也挺舒服的 我觉得挺适合我说女生 就是这么多时间了 相信身边也是有ili亚 没有问题 那我们跟那个车身上 都知道了 对那种草莓的 就是这种子 感谢观看 对很有成就感 对很有成就感 关键是他们是看了我的视频 开始入坑 现在华都没有好 那你天虚了 就是从开始了解 开始喜欢 然后到慢慢入坑 就开始精进 然后我也挺开心的 就是我还能影响一体人 和大家去爱上冰雪的这项运动 然后这会儿咱跑高速 你可以把它那个自信平行打开 这个在哪 就是方向盘右侧这些按键 对 按一下就行 对 然后你再调节时速这些 然后底下两个键 一个是控制车距的 一个是车达保持的踩管 是不是很方便 都在一块儿 你这样就高速可以缓解一些疲劳感 它这个很适合呀 我们在新疆很需要这种 新疆很远 它对那长途 动不动就是大几百公里 一千公里 就这套轰达CNC的智能驾驶普通系统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它前面那个超光游摄像头 它有一个100度的一个监测范围 然后就可以去实现到像高速的SCA自身巡航 然后以及LSF的一个低速跟车 就是不管你跑高速还是像城市 它都能够比较轻松帮你去判断一些跟车距离呀 然后包括可能有什么加三啊什么的 它都能够去比较好的识别 就我觉得对女司机来说很有好 尤其是如果经常会跑长途的话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预碰撞系统 其实我觉得也还挺好用的 你知道很多车 我之前可能开驾驶所住的时候 它有时候碰到紧急状况 它比如说判断车距过境 它有时候一脚给我急傻 就吓一跳 对 吓一跳 但是我觉得冰智上的这个还不是 因为它本田的这个 它预碰撞系统 它其实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它可能先是给你发出一个声音 警示音提示 然后在仪表上可能会有一个画面提示 然后再是帮你轻微制动 最后它判断说你驾驶员没有反应 我才给你紧急制动 还有个过程 那还是挺温柔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 你看我已经感受到了你刚刚说的制动了 对吧 是不是还比较温和 它很温和的就是杀了一脚车 我刚刚没有杀 这是它在制动是吗 对 它在制动 因为前车制动了 它就会帮你去 刚说完我就感受到了 这块限速40了 你看它那个仪表上就给你变成40了 它那个交通标志识别系统其实也还可以 也挺灵敏的 我好喜欢这个功能 不你看它现在限速40 我开41它就会一直 随时你 对 它告诉你你要超速的控制一点 它那个就是交通标志识别系统 除了像限速还有一些路牌 它都能识别 包括英文的也可以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驾驶上它比较贴心是吧 然后能够帮你缓解一些驾驶的疲劳 让你更轻松一些 那你好好开车 我们逃会儿 我们百万了 还多久到 十分钟吧差不多 十分钟 十分钟到学场了 今天的我们的口号是 捏最菜的 原来我只是最菜的 我不是那个最菜的 但是我们的逃势 我看到雪到了 这个就是北京周边的淮北滑雪场 我当时刚学滑雪的时候 就经常在这练习 梦开始的地方 对 我没有来过呢 这边的雪道还比较长 然后适合我们新手练习 我 而且目前是北京唯一一家有雕香的 太好了 走吧 走吧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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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滑雪感觉怎么样 我可以有心境能给它 这个绝绝筛得疼不疼 有点疼 难不了这个吧 但是我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跟着你们体验了 攀岩化学两项台 非常开心的 就很沉浸在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中 但是你们对于就是这次 我开来的这台冰志 你们觉得印象最深的点在于什么 我就觉得它的车机非常的反应灵敏 就是给我一种 它很聪明可以跟我实施互动的一个感觉 然后各方面的辅助也都反应很迅速 我就对这一点非常的喜欢 你比较喜欢智能的 对 那小美呢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超大的空间 因为老要出去 对 我东西太多了 因为我这不光是滑雪的装备 我夏天还有一堆 然后我除了这个板包轻松的放进去 我还能在里面换装备 太方便了 那所以对我这次作家安排比较满意是吧 非常之满意 还得是你 咦 哦 灵灵姐给我发视频 灵灵姐 来 一起来 哈喽 灵灵姐 哈喽 我们刚玩完 我来问问一下 看你们怎么样 我们玩得可爽了 超开心的 你们没有来 感谢你们 感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